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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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婚本身是很感人的 就是她去聯絡我的各個朋友 小學同學啊 然後高中同學 國中同學就是大學的朋友 然後我就拿著戒指出來 就是一起走下去這樣子 因為像就是有正式的 合法的婚姻的關係 所以我們也就是會 更有那個基礎去規劃未來的事情 因為如果 如果其實同婚沒有過的話 那就變成是 我真的很難跟家人解釋說 那我現在的關係是什麼 所以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 婚姻的狀態就會 它可以直接被納入這個 你也是這個家的一份子的一個 證明吧 對 如何日常生活表達愛 我覺得還是要透過語言 對 因為伴侶相處來講 我覺得那還是 不可或缺的東西 她可能一回家一開門 就會一直說 臭豬 臭豬在哪 豬呢 這樣子 戴上戒指的時候就覺得 好像這個事情就是 就是是真的了 戒指還是它有一個那種 儀式的必要性這樣子 對啊 就會覺得說 好像它是一個很 很堅定的一個存在這樣子 我就是傳達心意的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好像那個戒指就是代表我的伴侶 就是我們一直在一起的感覺 其實我也很常吵架 我覺得都還是需要一些磨合 可是在磨合到了 可能你結婚過了幾年之後 覺得說我們的感情又更加鑑定 然後你又更加確信說對方就是對的人 然後這個時候就是有一顆鑽 表示說那種堅不可破的這個情感 其實是很重要的 這個碎鑽繞外圈是代表一種 永恆的愛 然後經過很長久的打磨 我覺得戒指其實就是濃縮在 手上的一個儀式 對品牌第一印象是 整體的設計是比較年輕比較時尚 他們其實一直都有在做這個 跟多元性別合作戒指的一個企劃 這很棒耶 因為是非常非常有社會企業觀念的 這樣的一個品牌 把這個愛有關的訊息 傳達到更多元更平等的社會的狀態中 謝謝你跟我結婚 然後給我一個家 也覺得有找到新的 可以去努力的方向跟目標 你就是我永遠的玩伴 都可以發現這個世界各種有趣跟美好 然後也是因為你在我旁邊 我才可以發現 謝謝你愛我 在我心中就是最重要的人